本来我请保姆师今天讲道,可是这个是几个月前,可是今天我要把握时间,因为我们有一事会,因为保姆师讲道的时候, 为了帮助他翻译,所以需要更多时间,如果他讲道三十分钟,也需要翻译三十分钟,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我讲道,所以下个星期保姆师能讲道,给他好机会,我不要告诉他,他只能用十五分钟而已,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看有一次摩西用全天讲道,你看尼西米,他用半天讲道,你看保罗,他用半个,可以说他讲道到夜里中, 所以我不要告诉一个人,他只有一段时间而已,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跟他换时间 所以今天我们的,我们读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一跟第二节,我们发现神知道我们的意念 在四节,我们也发现,他说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所以神什么都知道,他知道我们的想法,他知道我们的说法,他知道我们所做的 虽然我在哪里,他都知道,所以因为我知道我们知道神什么都知道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 上帝知道,上帝知道我爱他吗?你可以回答说,他什么都知道,当然他知道我爱他 可是圣经可能有不一样的回答,不一样的答案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回答这个问题神知道我爱他吗? 现在我要再做一个祷告 神,你怎么都知道 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所想的 我们的心里那么邪恶 你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心里 所以现在我们看那个诗篇139篇 大卫说你什么都知道 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的灵魂怎么样 可是他知道你能了解他的灵魂 你也能让大卫知道他的罪在哪里 所以他能承认他的罪 所以现在我们求你这样做 我们要你看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对的地方 所以我们能悔改 遵守你 现在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的心 专心地看你的话 所以我们能了解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也求你帮助我的口 让我说你要我说的词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所以 第一个跟第二个重点 我们不回答说 上帝知道我爱他 或是不知道他 我爱他 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重点是 上帝知道什么 所以在我们在诗篇139篇 我们知道他什么都知道 他知道每一件事情 他知道每一件真的的事情 所以每一件事情的真相 他也知道每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个听起来很怪怪的 可是我要请你们翻到马太福音11章21到24节 我有两个经文可以让我们了解 神知道每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马太福音11章21到24节 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一起来 哥拉逊哪 你有活了 哥拉逊哪 你有活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义务 若是在黑罗西顿 他们早已闭门会悔改的 但我告诉你们 当神盼的日子 黑罗西顿所受到的 你们还有一受 家伯同啊 你已经神到天上 将来避罪我应见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义务 若行在所动啊 他还可以成到几日 但我告诉你们 当神盼的日子 所动啊 所受的 一定还有一受 好 所以现在今天的重点是 耶稣知道如果他在那个 推罗跟西顿的城市里传福音 他们要听他的话悔改 那个以色列的城市的人 那个哥拉逊跟伯萨大 伯萨大的人不愿意听耶稣 可是耶稣跟他们说 如果我在跟外国人传福音 他们比你愿意听福音 比你愿意接受福音 所以 虽然这个不发生 耶稣知道是这样 所以耶稣 或是神 知道每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 另外一个 你不需要翻 可是列王记下 第八章第七到十五节 一个人来跟 以丽莎说 问一个问题 她问的是 我的王能不能回复 所以这个是以丽莎的回答 所以这个是第十节 以丽莎对哈学说 你回去告诉他说 这病必能好 但耶和华指示我 他必要死 听起来怪怪的 对不对 那个王能回复 可是其实他必须死 为什么他这样说 因为这个王不那么生病 他能回复 可是耶和华也知道 那个哈学要杀他的王当王 神什么都知道 他知道那个王能回复 他也知道 那个人要杀他的王 他什么都知道 可能发生的事情 也一定发生的事情 可是 上帝给我们考验 所以他能知道 我们是不是真的 依靠他 他看我们做了什么 因为他 所以 然后他知道 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他 依靠他 所以他给我们考验 看我们做什么 然后知道我们 我们是不是真的 依靠他 是不是真的爱他 这个听起来 怪怪的 对不对 他什么都知道 可是 他考验我们 看我们怎么样 看我们怎么做 所以他能知道 我们爱他 或是不爱他 所以要给你们 因为几个例子 不是用烦 可是创世纪 二十二章 神考验亚伯拉罕 说你爱我吗 杀你的儿子 当然那天 他不需要杀他的儿子 可是他快要杀他的儿子 他考验 耶和华 耶和华说什么 亚伯拉罕快要杀他的儿子 他说 他说 现在我知道你爱我 因为你愿意杀你的儿子 神什么都知道 可是 他考验我们 因为他要知道 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他 爱他 出埃及记 十五章 二十五节 这个 你不需要烦 可是犹太人 当然他们离开埃及 他们 好几次有问题 每次 他们抱怨 他们不依靠神 可是 墨西 他依靠神 所以每一次 他跟神祷告 求神 帮助他们 改变他们的问题 所以这一次 他们不能喝这个水 可是 墨西 依靠神 他祷告 神 让他 把一条树 放在水里 所以人能喝 他依靠他们 因为 这个经文说 他考验神 考验他们 他要知道 他们要不要 依靠他 出埃及记 十六章 第四节 他给他们一个 很容易的命令 他告诉他们 他们应该拿 多少 那个 我忘记看 这个是 所以 他们 他说 我这样 命令你们 所以我能考验 你要不要 遵守 我的 我的命令 在 圣明记 十三章 一到五节 他说 有的时候 先知 能 行 神 机 可是 如果 他们 行 神 机 可是 他们 说 不对 的话 你不应该 听他们 你应该 杀 他们 因为 神 考验你们 他要知道 你爱他 你爱神 我可以看 好几个 经文 可是 我只要 跟你们 说神 什么都 知道 可是 他还是 考验我们 所以 他能 发现 我们 是不是 真的 爱他 因为 刚读的 经文 很清楚 我们 知道 上帝 知道 每一件事情 可是 他也要 给我们 考验 这样 他能 看到 我们 做了 什么 所以 他可以 知道 我们 是不是 真的 爱他 依靠他 为什么 为什么 他给 我们 考验 因为 他已经 知道 我们 在 想 什么 特别 是因为 他是 全智 全能 他什么 都 知道 所以 为什么 他 这样 做 所以 如果 我是 赫 牧师 我应该 坐在这里 给你 我自己的 想法 所以 这部分 就是 我自己 我自己 觉得 我自己 觉得 是为了 给我们 机会 知道 我们的 心里 是不是 真的 爱他 依靠他 为什么 他给 我们 这个 机会 所以 我们 能 悔改 他 他 用 他的 恩典 说 你自己 不知道 你的 心里 有什么 邪恶的 东西 所以 我考验 你 给你 机会 了解 你的 心里 有什么 所以 你能 悔改 在美国 一个以前的 老师 喜欢说 你们看 读过他的书 在楼下 有这本书 那个是 Jim Berg 我不知道 他的中文 名字 怎么说 可是 他喜欢说 你把茶 放着 茶 所以 茶叶 放在 热水 的时候 你发现 茶在 那个椰子里面 什么 在那个椰子里面 所以 神 我自己 觉得 神 给我们 机会 知道 我们的 心里 有什么 东西 所以 我们 能 悔改 也 可能 他 这样 做 因为 他 不要 我们 有 借口 他 审判 我们 的时候 他 不要 我们 跟他 说 哦 我完全 不知道 他可以 为他说 我给你 机会 知道 所以 比如说 那个 马太福音 第七章 二十一到 二十三节 的人 他们 以为 他们是 基督徒 可是 其实 耶稣 很清楚 说 他们 不是 基督徒 他们 服侍神 他们 做 很多 好美 的 的 事 可是 他们 并不是 基督徒 从来 不是 基督徒 他们 怎么 知道 他们 不是 基督徒 用 马太福音 第七章 第一到 二十节 他们 可以 给自己 一个考验 知道 他们 不是 基督徒 这个 是我的 想法 神 给我们 多机会 了解 我们的 心里 有什么 所以 我们 能 悔改 所以 我们 能 求他 赦免 我们的 罪 好 所以 我们 需要说 虽然 神 什么都 知道 他 自己 决定 他 不要 记得 的 事情 或是 暂时 不要 知道 一个 事情 不是因为 他 不知道 而是 他自己 的 决定 这个 应该 让你们 觉得 我 没有 脑子 可是 这个 是 实话 所以 神 自己 说 请你们 翻到 希伯来书 第八章 跟第十章 神 自己 说 他 不要 纪念 我们的 罪 不是因为 他 不知道 是因为 他 不要 纪念 我们的 罪 所以 希伯来书 第八章 十二节 然后 我们要 要 读 十章 十七节 所以 八章 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 我要 看 他们的 故意 在 纪念 他们的 最前 第十章 十七节 第十章 第七节 以 又 就说 我在 纪念 他们的 最前 和 他们的 过来 好 所以 虽然 神 什么 都知道 他 不要 纪念 我们的 罪 可是 另外 一个 时间 耶税 耶税 不要 知道 一件事情 请 你们翻到 马卡 福音 十三章 三十二节 耶税 基督说 他不知道 他回来的 时间 所以 马卡 福音 十三章 三十二节 十三章 三十二节 一起来 但 但 那日子 所以我们 需要相信 耶稣 是上帝 也是一个人 可是 虽然他是上帝 他不知道 他回来的时间 我们不能说 现在他不知道 可能 现在他在 天堂的时候 他知道 可能他还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可是他在 世界上的时候 他不知道 他回来的时间 虽然他是上帝 他自己决定 他暂时 不要知道 一件事情 所以 这个是 一个重点 上帝 知道什么 他什么 都知道 他知道 可能发现的事情 也一定发现的事情 他 知道我们的心里 有什么 他自己决定 不要知道 一件事情 可是 这个是 他自己的决定 第二个重点 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要问 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 自己了解 我们的心吗 我们 我们觉得 我们了解 自己 可是圣经 说我们 不对 所以 请你们 翻到 耶利米书 十七章 第九 跟第十节 因为 他很清楚地说 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心 别利米书 十七章 第九 跟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 人心 比万物都 归家 退到之处 谁能 释透 所以这个经文说 谁能 释透 我们 自己 需要承认 需要了解 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心 我们不知道 我们自己 那么邪恶 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 我们是很好的人 可是 其实 我们不是 很好的人 我们是 非常不好的人 神 爱我们 所以 他 牺牲了 他的儿子 所以 我们能 得到 他的 义 我们能 当 他的 孩子们 可是 神 知道 我们的心 里 我们 自己 不知道 保罗 也 这样 说 这个是 格林多 前书第四 讲 第一到 第五节 他说 他 他 自己 也 不 等一下 他 他说 连我自己 也不 论断 自己 我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 却也不能因此得以诚意 但判断我的那是 是 哪 那是 主 所以他说 我 自己不知道 我自己觉得我没做错 可是 我的判断没有意义 没有意思 主的判断 有意义 有意思 他自己说 他不知道他的心理 他不知道他的目标 所有的目标 所以意思是说 可能我们做得好 可是我们的目标不对 可能我们的目标是对的 可是我们做的不对 可能我们的目标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十是对的 我们的做法 百分之五十是对的 我们不知道 神 只有神 知道 我要 我们 可以看 不需要 不需要 烦 可是 约翰福音第六章 跟第十三章 很清楚地说 耶稣知道 犹大要 背叛他 当然 十三章的时候 犹大也知道 可是 第六章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 犹大还不知道 他要背叛耶稣 可是 耶稣知道 耶稣知道 他的心里有问题 所以 神 知道 我们的心里 有什么问题 我们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们 这个是为什么 大卫 用诗篇 一百三十九篇 说 你 什么都知道 所以我 求你 帮助我们 我 了解 我的问题 所以我能 悔改 所以这两个经文说 上帝 知道我们 的想法 他比我们 自己 还了解 我们的 想法 最后 两个经文 告诉我们 他知道 我们 爱不爱 他 虽然 我们自己 不知道 可是 可能 别人 也不知道 神 知道 我们 我们常常 知道 我们 应该 做什么 可是 不做 相反的 我们知道 我们不应该 做什么 可是 我们 要 做 这个时候 我们 常常 跟自己 说 没问题 如果 我们 得罪了 神 他 还会 爱我们 他还会 赦免 我们的 罪 可是 两个危险的 地方 罪是 罪 他们 我们 也 骗了 我们 自己 这个 很危险 我们 认识 这样的 不好意思 我认识 这样的人 他们 要 骗 我的时候 他们 自己 相信 他们的 谎话 很可怕 所以 他们 跟我说 的时候 他们 自己 相信 他们 说 对的话 所以 我们 不应该 说 神 能 赦免 我们的 罪 所以 我要 得罪 他 我们 也 不应该 说 这个 不那么 不好 我可以 修改 这个 很危险 所以 你可以 看 不需要 烦 可是 以后 可以看 雅各书的 一章 二十二 节 所以 我不 觉得 这些人 知道 他们 不是 真的 基督徒 所以 这个 是 马太福音 第七 讲 二十一 到二十三 节 他们 以为 他们是 基督徒 可是 其实 耶稣 说 他们 并不是 基督徒 彼得 觉得 他了解 他自己的心 可是 他不对 他离开了 耶稣 说 他不知道 耶稣 是谁 彼得 不对 他不认识 他的心 很多人 发现 他们 不知道 他们的心 那么 恶 所以 圣经说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 自己的心 里 我们看 彼得 做了 那件事情 以后 因为我们 要看 约翰 福音 二十一 你们需要记得 我们 前面的问题 是上帝 知道我们 爱他吗 所以现在 我要 请你们翻到 约翰 福音 二十一 章 十五 到 十七 节 因为 我们 要 了解 神 知道我们 爱他吗 这个经文 可以帮助 我们 了解 神 知道我们 爱他吗 所以 约翰福音 二十一 章 十五 到十七 节 我们 一起来 他们 是 打赏 对 西门 离得说 天安 的儿子 西门 你爱了我们 这些 很深吗 离得说 主 啊 是的 你知道 我爱你 耶稣 神 他说 你为了 我的相 耶稣 第一次 又对他说 天安 的儿子 西门 你爱了我 离得说 主 啊 是的 你知道 我爱你 耶稣 说 你为了 我的羊 第三次 对他说 天安 的儿子 西门 你爱我 比得 因为 耶稣 第三次 对他说 你爱我 就有所 对耶稣 说 主啊 你是 无所 不是的 你知道 我爱你 耶稣 说 你为了 我的羊 好 你喂养 我的羊 所以 耶稣 基督 是神 可是 他还是 问 彼得 你爱我吗 彼得 第三次 回答 说 你什么 都知道 你知道 我爱你 可是 耶稣 回答 说 如果你爱我 喂养 我的小羊 他不愿意 用他的 智慧 知道彼得 爱他 他愿意 看彼得的 做法 知道 他爱 不爱他 三次 他问彼得 三次 你爱我吗 可能 是因为 彼得 否认 他 知道 耶稣 是谁 三次 可是 这三个问题 不容易回答 对不对 如果你是彼得 如果你不是彼得 如果耶稣 需要问你 三次 你爱我吗 这个很 难过 的问题 可是 我要先看 耶稣的 问题 他跟彼得说 你爱我 比这些 更深吗 这些 这个词 什么意思呢 这些 这个词 很可能 有两个意思 约翰 喜欢 用 两个意思 的 句子 所以 好几次 你看 约翰福音 约翰一书 他有 两个意思 的话 所以 第一个意思 就是 彼得 你爱我 比这条 雨 更多吗 因为 耶稣 复活了 以后 门徒 偶尔 看他 这个时候 彼得 站起来说 我钓 我钓 鱼 去 这个是 二十一章 第三节 所以 耶稣 问彼得 你爱我 比这条 有更多吗 你要继续 护士 我 或是 离开我 再次 当 钓 鱼 的人 所以 这个是 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是 你还是 觉得 你爱我 比别的 门徒 更多吗 因为 你应该 记得 彼得 对 耶稣 说 耶稣 死了 以前 他说 虽然 别的 门徒 都离开 你 我自己 不是这样 我跟你 一起 死 我愿意 跟你 一起 死 我 不要 离开 你 所以 可能 第二个的 意思 是 彼得 你还有 你还是 骄傲吗 你还是 觉得 你爱我 比 别的 门徒 更多吗 所以 这个是 他的意思 这两个 应该 是 他的意思 可是 说 这句话 以后 彼得 继续问 你爱我吗 他 要知道 虽然 神 什么都知道 虽然 耶稣基督是神 所以他也 什么都知道 他还是 问彼得 三次 你爱我吗 可是 我要看 虽然 耶稣 这样问 三次 他的回答 总是一样 如果你爱我 表现出 你的爱 围养 我的 小羊 总是 这样说 别的 有 不同的 回答 可是 耶稣的问题 跟 耶稣的 回答 总是一样 你爱我吗 喂养 我的小羊 你爱我吗 喂养 我的小羊 你爱我吗 喂养 我的小羊 小羊 可是 你说 这个是 只是一次 耶稣 这样做 可是 其实 在 约翰福音 十四 讲 耶稣 说 五次 如果你爱我 你必须 遵守 我的命令 五次 他这样说 在这个地方 他也说 如果你爱我 你必须 表现出 你的爱 所以 神知道 我们爱他吗 他不愿意 说 我什么都知道 我知道 你爱我 他不是这样 他总是 告诉我们 你爱我吗 表现出 你的爱 在 我们的 经文 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 爱神 我们必须 喂养 小羊 他的小羊 你 可能你说 我们怎么 喂养 他的小羊 如果你是 基督徒 神 给我 所有的 基督徒 一个恩赐 可能 他给 一些 基督徒 更多 可是 最少 每一个基督徒 有 恩赐 如果你要 表现出 你的爱 你必须 用你的 恩赐 服侍 神 服侍 别的 基督徒 帮助 他们 长大 所以 不是下个 星期天 可是 下下个星期天 跟 第三个 星期天 我要看 我们的恩赐 怎么样 我们应该 跟他们 做什么 可是 如果 我们是基督徒 如果我们 要 围养 耶稣的 小羊 我们需要 用我们的恩赐 让他们 成长 让他们 跟耶稣基督 一样 所以这个是 以福所书 第四章 十二节 为 为要 承传 圣徒 各尽 其职 建立 基督的 身体 十六节 说 便叫 身体 渐渐 增强 在爱中 建立 自己 可以看 另外一些 经文 可以看 格林多 前书 十二章 十四 第四 跟第七节 恩赐 缘 有 分 分 别 圣灵 却 是 一位 第七节 圣灵 现在 个人 身上 是 教人 的 益处 所以 如果我们 是基督徒 我们 必须 围养 耶稣的 小羊 让 别的 基督徒 成长 跟耶稣基督 一样 可是 耶稣的 意思 只是基督徒 吗 我们 只 需要 喂养 基督徒 吗 不是 约翰福音 第十章 请你们 翻到 第十章 十六节 因为 耶稣说 他有 另外一些 小羊 所以 如果我们 要喂养 他的 小羊 我们 必须 传 福音 所以 他们 有 好机会 当 耶稣的 小羊 得到 永远 的 生命 所以 约翰福音 第十章 十六节 我们 一起来 我 另外 好 所以 如果 我们 要 让 神 知道 我们 爱他 我们 必须 遵守 他的话 表现出 我们的 爱 我们怎么 表现出 我们的 爱 因为 我们 看不到 神 耶稣说 爱我 创造 的人 然后 我知道 你爱 我 如果 他们 是 非 基督徒 告诉他们 耶稣为他们 死 为他们 复活 因为 他要给 他们 永远的 生命 给他们 永远的 奖品 如果 他们是 基督徒 用你的 恩赐 让他们 成长 这样 神 知道 我们 爱他 如果 我们 这样 做 神 知道 我们 爱他 所以 我有 一个 问题 神 知道 你爱 他 吗 你们 必须考虑 神 知道 你爱 他 吗 我们 一起来 祷告 神 神 神 你爱我们 那么多 多分的在今天在这里的人 是基督徒 如果我们用我们的口 我们要说我们爱你 可是我们 如果你看我们所做的 有的时候 很可能你不知道我们爱你 我们不要这样做 因为 我们最爱的是你 我爱你 比我们的家人更多 比我们的生命更多 比世界更多 所以我们求你 给我们恩典 所以我们能表现出我的爱 让你知道 我们爱你 我们感谢你 你给我们好多机会 因为我们失败了的时候 然后你不灭亡我们 你还给我们机会悔改 你赦免我们的罪 然后你给我们另外一个机会 表现出我们的爱 所以现在我们求你 这个星期 给我们机会 表现出我们的爱 今天 今天 给我们机会 表现出我们的爱 一世会里 的时候 我们求你 帮助我们 表现出 我们的爱 因为我们活动 från开展 对我们来说 好